繼續是政團的消息 香港是秀立的時代力量 他們的立委齊英明主張說 就要自己派人出來選總統 但是鄉董的立委林常佐 又面格來標台 要支持副總統連任 加上他們的市議員 黃捷跟黃玉芬 也都發起到連數 要來挺副總統 這個主政派跟主後派 要怎麼來徵合 說時代力量的當中央 回到最嚴重 如果副總統 再起時來接見到青年軍王 黃家慶 我要對我們國家隊的選手 要高度的肯定 接見黨太平議員 莫信骨聯名青年軍王 黃家慶 總統蔡英文 民代美鳥跟他在開港 為了思佛的案件 蔡總統公開會 實力公佈出發的名單 感到港界對大選的影響 時代力量有人開始在發揮 我認為我支持蔡英文 總統連任的立場 並不會改變 也希望大家可以願意 這個聽清楚 或者是看清楚我們的立場 時代力量的刺激官 黃祝君跟黃哲 在東來發起連肅 標台支持 出的門連任 不過東來五位立委 立場都不一樣 主張自己推出人選的 市民和無管 被動作修理 黃國槍被動作租建牌 以後臨床做到 紅族雄 維修的祝賀牌 如果標台支持 出的門連任 也希望說可以跟民進黨合中 打科學立委的選選 市代力量的路線不清楚 已經讓地方的參選人 和基站很煩惱 不知道說這場選選要怎麼打下去